回答陳太的問題 他也是在考慮想買入一些收息股 他有四隻 你看看你建議他買哪一隻 然後才告訴他一個具體策略 應該是怎樣做 他在考慮電能6號 港燈2638 長堅1038 和中移動941 都是一些穩定和目標是派息 即是收息的股份 你會建議他可以考慮哪一隻 這件事已經說得很沉 未來你如果不斷問我 我都會不停地說 你真的打算收息位置才好 即是你打算收息 你是不介意股價 近期來說急跌 狀況他派息給你就可以 我想大家是接受到 他的股價不動 但你說急跌這一刻 大家又未必很OK 急跌看你的定義是什麼 中電 譬如你講中電 你開圖給大家看 78元跌到今天最低位 71.5元 10%左右 是 我不知道大家算不算急跌 但圖表就告訴大家 這個叫急跌 所以我們在說 如果你在股票市場上你想財息監售 很難的 財息監售向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你開始罵這些股份 你有機會做到財息監售 但不是安全 純粹就是高風險的回報 又不是很高回報 高風險高回報 純粹是這樣去搏 但如果你純粹稳穩穩修息的話 是的確買這些股份 但短線的市房上面 可能隨著10年期債息不斷地升上去 開始變相地 會有個擔心中 但你想想 譬如說經濟增衰退 船球的經濟衰退 香港的經濟都開始轉差了 那你中電這些用電量 怎會完全獨善其身 一定是跟經濟有一定的敏感度 所以如果你純粹求穩陣 這一刻 你想以收息穩陣為主 我會建議 你可以考慮 因為建工香港還在行運回聯帯匯率 你轉做美元 用美元來收一些定期存款 一兩厘左右 現在應該快有機會做到 聯儲局這樣加息加上去 美元做兩厘的定期存款 你又要做到 但在股票市場上 你要賺4厘 短線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即是你現在美國的10年期債息 都是在3厘左右 這些位置上發得那麼厲害 所以問清楚自己想要些甚麼 但如果你想博的時候 中電可以博的 但你就是炒股價 就不是博收息位置 你博它今天站在今天的低位上 短線見了底 這樣去博 我就覺得OK 但如果你純粹以一個收息角度上面 股票市場現在是非常波動性 非常之危險 你看看現在市場又跌多了 有8、5點左右 你當時那些公用股被拋售的狀況下 你買中移動一樣的 你有機會50元這些或什麼 它下到46元其實還是很硬 但問題就是 無端端就輸一成 你就會很不開心 所以先分清楚自己要些甚麼 你如果真的要以收息為主 是買剛剛你說的對股份的 但你要做財息兼收 目前的市貨不容易 我們會建議那些已經被人洗了一大輪 好像2號那些 但就不是想收息的 你的股價一穿之前的低位 你就要投降 身分地 你如果在這些市場上想風險 最安全 真的求穩固 對抗通脹 穩固就穩固的 當有2厘左右的回報的時候 你就去做 那就很穩固 但你要在股票市場突然找些很穩固 財息兼收 要收死你還要賺錢 或者股價不動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相反地 可能說短線就要看美國國債 因為當一打 我們說今次經常強調 經濟有個衰退的風險 假設市場真的 肯定地有個經濟衰退的情況 通常資金是會拍到債市 那債價就會升 就會跌下去 但到時候說這些公用股 可能變相地又會有吸引力 所以很難玩的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你要求穩固安全的 這一刻主會做Deposit 就是做定期存款 2厘左右會夠 但你要做4厘左右 可能說真的薄一些 中電那些近期已經被人洗了下來 但電能那些M&A 又跟經濟敏感度比較高 那就不薄了 所以這一刻我的建議就是 你買2號定號 做今日那些低位做紙攝位 可以建立一個策略 或者你真的求穩陣的話 做美元存款這一刻 我覺得都不是這些策略的選擇 譬如說港燈它都拿了 你又覺得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差不多 港燈今天又是被人估到 去一個低位上的 但是很難估底 所以又是說你要賣的話 無幾穿7.4就離開 港燈現在更高值 但問題就是很難摸底 你甚至要分三四柱 所以你說這些股份 你去摸底就不是求安全的 很多時候大家賣股票 就是想我求收息而已 沒問題 但是你說短線 你不知道這些股份的股值 被人洗到什麼水平 才叫做合理 可能大家市場突然覺得 可以洗到5厘了 再跌到1成了 所以你說不會貿易出手 這些位置買這些股份 一定要做好止洩位 很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譬如說港燈 今天還有一個股額這麼厲害 其實跌1%而已 不是很多 但圖表上面是一支大暗築 所以分清楚分別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去搏 就是搏這些股份 但是結果不樂觀 你想做到就是以收息為主 但你要做財息兼收 就不是時候 不過你剛才不停用搏這個詞語 我想我們的觀眾又未必很受諾 如果他真的搏的 可能就是接下來有其他問題 如果他剛才說過 所以我們想求安全穩陣 買做美元定存 是一個最安全的狀況 你想想美元定存 都在做兩厘的情況下 這些4厘的供用股 吸引力究竟有多大 未必真的很大 所以短線他們就是面臨著一個調整 所以跟別人剛才說中移動港燈那些都好 短線是有機會再向下調整 未必很多 最多最盡最盡一成左右 但你的目標不是這樣的 你打算買回來安全的 所以我想說股票市場一點都不安全 所以你說要做安全的事 只有保護貸款 如果你說要求去搏的就是搏這些 但是你看圖上都是港燈穿梭位 穿梭位你不可能這樣搏 你最多就是搏它今天 7.4米低位一搏就走了 但你這個圖中就會搏很多 很多手續費 很多短 短就炒這些 但你如果中場線收息 搏財息兼收 我覺得就要先看定點 謝謝